这个驼背其实非常简单 理论知识咱们已经讲过了 它就是因为前面拉得太紧 然后后面会出现有驼背的现象 咱们只需要找到复制机 中间腐白线 大家看这里 杜齐它在中间会有一条腐白线 这个腐白线两边就是复制机 好多学员会问到老师 咱们这个腐脂肌到底是离开肚脐 是两指呢是三指呢 这个问题要根据这个人的胖瘦来决定的 所以说你不用太在意那个 找到肚脐之后在旁边 你去手往下面去点按的时候 一定会感觉怎么样 手下面有感觉 在这一块呢 就只有咱们的腐脂肌 它是塑形的 其他的都是横着的 在这呢明显能感觉到这块肌肉 咱们一操作的时候呢 找到肚脐 然后在它的外侧 渗透下去 去点按摇它 这个力度呢 看我看我 手指不过是一个支撑 然后能靠住到 借助到身上的力度 往前倾 往前倾 去刺激 刺激了之后呢 力度渗透进去之后 渗透进去之后 往里面去拨 推 推 这一说 做得长时间 一定要根据它 损伤的程度来决定吧 处理这个腐质机 要处理两次 两边都要去做啊 你手下面能明确的感觉到 哪一侧是特别紧的 哪一侧是特别紧的 哪一侧是特别松的 特别紧的那一侧 你可以多做一会儿 多做一会儿啊 把腐质机做完了之后 这个人他起来之后 特别好 包括因为腐质机拉紧了之后 后背腰部舒服的 都会往好处走 好 腐质机做完了之后 两侧都需要做啊 腐质机做完了之后呢 咱们可以再把 凶缩乳头机也给大家做一下 凶缩乳头机来看啊 这条呢 他就是凶缩乳头机 咱们就只需要在这儿呢 用手拿捏住往外拉 就可以了 往外拉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还是要根据什么呀 根据 他的能承受能力 来决定操作的时间 两边都需要做啊 两边都需要做 你看像这种 驼质的这些人 驼质这些人 他头轻微的都是向前探 而且有的人特别严重 在前面啊 扶植机 胸缩乳头肌 重点做 重点做啊 做完了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让患者呢 趴过来 趴过来 趴过来之后呢 趴过来之后 咱们不是讲了吗 胸椎的六七 正好是 脊柱的最高点 这个时候呢 咱们可以 展根 展根压住之后呢 接触到身上的力度 给它往下按压 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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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到身上的力度啊 一定不要说 太暴力 就这种轻柔的嘛 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个点呢 是因为前面的口全部都是打开的 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按压的时候呢 它往后 鼓出来的一些 曲度高的力度 全部都会往前走 在运动中 让它去 往前走 好 这样去按压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还可以怎么着啊 这个手呢 可以让它在这儿 摇动 这边也是可以的 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去操作 在做驼背之前先拍照 做完了之后 让它起床之后 再去拍照 一定可以让它能 看出来的效果 而且这个人 他起床之后 他也会明显的感觉到 人家自己 能站的要比值钱 要值得多了 希望大家呢 把这条视频 反复的去观看 去帮助更多的人解释问题 解释演练 老人也可以做吗 当然可以做了呀 拉凶的嘴有风险吗 咱们拿捏的时候 边是往外拉的 往外拉的 一点风险都没有 看货者承受能力 决动力度 太棒了 说的一句话 说的一句话 没有危险 没有危险 李老师 转送一个拇指间调员 看你电脑桌上有啊 电脑桌上内容多了去了 林老师 拇指间调员就三个点啊 拇指 局部 忘行人带 母肠狙击 其实像这些问题 咱们课程里面都有的啊 一顿饭钱的费用 你就可以把这些技术 带回去了 而且你还可以 你还可以电接上啊 是不是 咱们随时可以沟通 可以讨论的 不要觉得这一顿饭钱的费用 可以干很多事呢 真正有了自己 真正自己有了问题之后 到了医院 连个奖纳费都不够 真正说有了这个患者 来了之后 比方说 圆间驼背的 或者母主爱翻的 真正来了这个患者之后 你学习了咱们技术 你就底细十足的感觉 给他们去接诊去做 是不是